在股市中,成功的人通常都经历了一段充满挫折和学习的过程 并且可能有过一些失败经历 他们努力找到正确的投资方法 并透过经验来改进自己的策略 然而,作为新手投资者 并不需要重复这个失败的过程 也不需要付出王贵的学费 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跟随成功者的脚步 这一位助学习和模仿那些已经在股市中取得成功的人的策略和方法 这样可以避免常见的初学者错误 并且在投资过程中更快地取得进展 每位新投资者都有可能在一开始使用错误的方法 或操作错误的股票而遭受损失 这是正常的 但赢家之所以成为赢家 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找到正确的路径和方法 因此,最快速成为成功的投资者之一方法 是学习和模仿那些金取得成功的人 借鉴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以提高自己的投资技巧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搜索的关键字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